嗨,我是小葉,好久不見 今天又要來幫大家介紹好物的 最近啊,我使用了一款環形燈豪華組 我真的覺得我沒有用過這麼多功能性的環形燈 那想說現在其實有很多人都有在玩IG啊,Youtube啊 或者是在玩抖音 那有玩這些影音創作的人啊 可能都對環形燈很熟悉 那什麼是環形燈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看 就是有時候直播的時候啊 有一些女明星啊,或明星的臉啊 膚質都特別好 光打出來都特別濃 或者是還有一個部分 他們的眼睛啊,眼睛的部分 都會有一個圓圓的光圈 那個都是環形燈的效果 那環形燈 顧名思義,它就是一個圓形的環狀燈具 那現在其實科技非常發達 因應這種影音創作的需求啊 環形燈它基本上都會有兩種以上的燈光顏色可以挑選 那你可以依照場地的不同啊 或者是你要拍攝的產品狀態不同 去把那個燈光的顏色做調整 如果你們有注意到 我前段時間開的直播節目 就是在講關於日本留學這個部分啊 的影片內容 你會發現它的影片都偏暗 因為之前我都沒有用環形燈 包含現在其實 為了要測試那個光線的狀態 讓大家看一下,現在也是沒有打環形燈的 單純就是靠我室內的燈光 那室內的燈光很容易 因為可能外面 外部那個太陽光線的影響 強弱會有很不平衡的狀態 那像現在的影片 你就會發現我的背後還是有點暗 它靠的就是我臉部的這個光澤 把整個影片的亮度 提升 那陰影的部分就看到我鍋子 也會有那個反射的陰影等等的 那對於整個影片的質感來講 其實都沒有那麼的完環形燈 就可以避免到前面說到的這些問題 可以讓影片整體的光線比較平衡一點 然後觀眾在看的時候也會比較舒服 不會覺得這個影片好像就是陰影感很重 很陰生生的或暗暗的感覺 前一段時間抖音流出很多影片 讓大家覺得非常的驚奇 就是女生本來看起來是 原本看起來是胖胖的 可是她透過她化妝的一些效果 她把她的側臉的陰影啊 鼻影啊打得特別深 然後在拍抖音的時候 把環形燈的光線打到最強 就讓整個臉就變成 芭比娃娃的臉 或者是整個像錐子一樣的臉 變得非常瘦非常漂亮 那很多人也稱這個環形燈叫做 微整形燈 那今天呢我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這一款環形燈 那未來就是你們如果跟我一樣 可能有在直播啊 或者是拍影片 拍攝一些美食的照片啊 個人的照片 或平常喜歡拍一些IG美照的人 利用環形燈可以讓照片 整個變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今天我們就來幫大家介紹 我最近使用這款CP值超高的 豪華環形燈組 幫大家介紹的就是這一款 Bangogo出的豪華環形燈組 總共是七路組 那這邊其實本來沒有那個 風景的明信片啦 這個是因為我原本它是貼 宅配的那個地址 我把它遮掉了 所以貼了一個明信片 這樣比較不會有愛觀瞻 好那這個是Bangogo整個 豪華的環形燈組 大家可以看到 它外包裝非常的環保 它就是一個很簡便的包裝造型 那這邊都有把裡面的內容物很清楚的標示 等一下這個影片會會細部的拍攝 那廠商這邊它會有 它當初是有提供我就是組裝的影片 避免我在自己安裝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卡損會損壞 那你們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廠商提供的影片 或者是我等一下在影片的後面 會細節的跟大家講 在組裝的時候 哪邊要特別留意 Bangogo環形燈豪華組 開箱以後總共會有七件 裡面會有環形燈 金剛手機夾 然後是手持戰力的兩用腳架 隨行五腳架 然後落地的自拍三腳架 比較大隻的 這個是雲台 這是雲台 然後落地自拍三腳架 所以是比較中間的 這是大隻的 然後最旁邊的就是 桌面撫拍直播立架 會有這樣子的七件組喔 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它的主角 Bangogo環形燈 那環形燈主要就是圓形的啦 這不用顯示了 然後中間是中空 那中空的這個位置要做什麼 到時候這邊就是要接手機的手機夾 然後把我們的手機放在正中間 那手機在拍攝的時候 它的光源就會很平均的 擴散到我們的產品 或者影片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會接上電源 測試給大家看 它整體的質感其實做得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輕便 如果我們要帶出去拍攝的話 完全不用怕 就是好像背石頭的感覺 那它的供電方式是用這個USB 對有沒有看到 USB的插頭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 像行動電源啊 或者是USB的插座 那帶出去的時候 就不用難心說沒有電 另外啊它的燈光是可以做控制的 在線端的部分 它有一個遙控器 這個遙控器是可以 控制燈光的顏色 有黃光跟白光啊 然後還有強度的部分 等一下也會測試給大家看 這個是環形燈的部分 那我說七件組 這只是其中第一件 然後再來開箱以後 你會看到三個小件的零件 這三個 那分別是手機夾 手機夾 這是金剛手機夾 它是非常多功能的 我當初看到這個時候充滿疑惑 可是還好有這個 它可以360度的控制 還可以讓手機俯視 或者是仰角 這個比一般的手機做 來的多功能非常非常多 但是在 就是組裝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 那再來就是這個雲台 這個雲台也是非常好用 它在使用後面腳架連接的時候 如果你的 你要拍攝的產品 它是在座面上 你希望你的手機是整個仰角 或者是俯視你的產品的部分 它的控制就非常的穩定 你就可以完全讓你的手機 是跟你的產品做平面式的拍攝 這個是雲台 那這是另外來組裝 那觀望其實都有圖示跟影片 你們注意看 就可以看到很多細節 那我們先拿出這個360度的腳架 然後鎖在我們的這個手機夾 鎖的時候它有兩頭 兩頭的部分 這個黑黑的這個部分 就把它鎖在我們的手機夾上 那手機夾它有後面跟背面 你可以看你的手機要怎麼放 你如果是要橫向式的拍法的話 你就鎖在下面 那如果你是要直立式的 你就鎖在這邊 然後它可以往下轉 那我鎖 因為我要拍給你們看 所以我就鎖在這邊 把它旋轉 順時針把它鎖上去就可以了 OK 因為鎖進以後 它就是一個360度的手機夾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手機夾 固定在我們的環形燈 下方這邊有一個孔 Logo的上方這邊 就把它鎖上去 鎖進以後 手機就可以固定在這個上方 然後你可以 讓它撫拍 這邊都有鬆緊度可以調整 直立式 然後開燈以後 手機就會在正中間 環形燈組裝完之後 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 360度的雲台 雲台的部分 就可以把它鎖在 我們的這個環形燈下方 這邊有一個孔 把這個一起鎖上去之後 等等的各種的腳架 你就可以非常便利的 輪流去組裝跟使用了 OK 好 這樣子就組上去了 這是一個完整的環形燈 包含它的銀牌跟腳架 環形燈的部分 來做燈光的測試給大家看看 然後環形燈的部分 它這裡有 附設一個開關 然後這個回旋的按鍵 它是可以選擇 就是燈光的顏色 然後強度 加跟減 然後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它總共有三種燈光 這一個是黃光 然後這個是白光 然後這個是暖白光 然後這三種顏色啊 你都可以調強度 我們來做一下 這個是白光的部分 如果白光增強看 很明顯的落差 它每種燈光大概都有四種強度的變化 然後暖白光 所以如果你要拍產品啊 或自己的直播顏色都可以很好的控制 再來介紹就是腳架 腳架的部分有四款 分別是手持站立兩用腳架 桌面虎拍直播立架 落地自拍三腳架 還有隨行五腳架 第一款的部分是這個 落地自拍三腳架 它們家腳架非常的堅固 非常用 可是又不會太重 對女生來講 就是最怕腳架出去太重的問題 可是像我以前買的腳架 雖然它很輕便 可是它超級容易倒 而且超級容易壞掉的 不論是在底座的部分啊 還是在上面這些 身高降低的卡榫的部分 都很容易鬆脫掉 那BANGOGO這款落地式的腳架 它做的真的非常的細緻 做工都非常的好 你可以看到它比較細節的 這些卡榫的部分啊 它都不是那種隨隨便便的零件 那它整個這個落地式的腳架 長度最長是可以調整到140公分 它可以調到非常長 高度可以跟我們的身 像我是170公分啊 所以它大約就可以在我的肩膀左右 這個位置 是非常非常不錯的高度 那你如果帶出去 不想要用燈具 你要用在手機做的部分 它也是非常好用的 好 我們現在換了一個場景 沒錯 我現在就是要細節的 把那個環形燈裝上去給你們看 那我平常直播跟拍影片 其實都是做著 那直立式的這個腳架 比較能夠符合我站的時候的期待 因為我本來比較高嘛 我就是170公分 那我剛剛講 其實環形燈140公分 裝上去大概是我肩膀的高度 那如果未來我要 站著直播的時候 它的光源是可以往上調 也可以往上擋 那我就可以不用用 一直都是做著直播的狀態 好 然後站起來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環形燈 組裝起來它的高度 然後拍一下細節給你們看 OK 這個就是直立式的腳架 然後跟環形燈組裝起來的狀況 好 那使用的時候啊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360度的手機座啊 它是可以往前或往後的調整 你可以 它也可以300度就是你也可以旋轉 這是很難得有的一個角度 那在雲台這個部分呢 它也是可以做調整 角度也是有360度 那第二款的腳架 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腳架 它叫做桌面撫拍直播立架 那既然名稱是這樣子 當然顧名思義 它非常適合在直播的時候使用 你可以把它攤開來 它下面是鐵片 你看它是非常平穩的 讓它放在桌上 然後最便利的是它這一隻腳架 它可以做360度的旋轉 然後你可以往前 你可以讓你的燈光比較往前 比較往後 或往左往右的角度 如果想要低一點都可以 再放在桌面上 做直播的時候 或你要拍產品的時候 這一隻就是非常適合 放在桌面使用的腳架 再來這款桌面撫拍的腳架 它最長的高度可以到46.5 它跟剛落地式的高度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畢竟是可以放在桌上 如果燈光太高的話 其實反而會把整體的效果降低 所以它的高度如果放在桌上的話 差不多就是可以跟你的臉 可以比較平面的方式 讓你的燈光可以打在你的臉上 那或者是你要拍產品的時候 它也可以比較近距離的 在你的產品上面 有一個比較好的燈光呈現 再來這個是第二款的桌面式的直播腳架 我覺得這款腳架 非常適合在做烹飪的直播主 它可以把這個桌面式的腳架 直接立在那個餐台上面 做打光的狀態 就會非常的穩定 那這是桌面式 那放在桌面上的話 高度就會相對的比較高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做一些 餐台啊 或者是像那個唐老師的新做直播的話 我覺得這個放在桌面上其實是非常方便 值得推薦的這一款桌面式腳架 我非常喜歡拿來做商品拍攝 因為我的桌子都是比較低的 你看像這樣子 有打光以後的照片就變得非常漂亮 你看它 我的桌子比較低 所以在使用這個直立式腳架的時候 我直接架在地板上 然後燈光可以近距離的打在商品的部分 然後手機就在正上方 所以它的光線就變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都不會有任何的陰影 然後讓照片的質感都提升 可是如果我今天沒有打光 讓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沒有打光的話 就會變成我上方 我拍攝這個地方的上方 所有的陰影都會打在產品上 落差真的很大 那推薦給大家拿來拍商品 其實是可以用這一支 它距離非常的適合 再來第三款的腳架是這支 手持站立兩用腳架 有時候我們希望我們的燈是可以拿著 或者是說放在桌子距離我們近一點 或距離我們的產品近一點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一支 手持的話拿的話是這樣 雲台在這一面 那我們就朝內 雲台朝內 這樣子拿就可以 那如果你希望它可以站立的方式 它雲台後面的這個腳架 它是採用左右開合的方式打開就可以了 我原本不知道一直很想把它往外翻 如果硬要往外翻那就壞掉了 它是劈腿的方式 就是左右對開 然後再來是雲台 雲台也可以調整喔 一樣不要硬翻 它在雲台的這個關節的地方 有一個圓圓的鈕 把按鈕按下去之後它才可以調整 如果硬翻它就會斷掉 那這個是手持兩用站立的腳架 第四款腳架是這個 隨形五腳架 看起來跟飛鏢很像 然後上面有一個旋 就是有一個螺絲 這個啊 其實市面上目前看到很多腳架 都是做這種方式 它非常便利的是 它的腳是可以這樣凹 可以這樣折的 所以如果我們帶燈具出去啊 有的時候你吸 我們可能拍戶外拍片的部分 塗啊或地板它不平 可是你希望打燈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搬好 然後把它扣在我們的帳篷啊 或者是關東旗啊 竿子啊 類似這樣子的物體上面 那你就可以把它懸空在 每一個不同的角度上 或者是說我們要 我們在那個戶外登山的時候 一樣就是地面不平 你要讓它靠在牆壁上 這個就也是一樣可以去摺它 然後讓它可以平躺在壁面上 最後的這兩款小型的腳架啊 就非常方便的是 它可以拆開來使用 你可以把環形燈啊 跟手機分開來 如果你是放在桌面上的話 它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手持直立式的 手持站立式的 它可以 除了平常手持 你也可以讓它站在桌上 那這個五腳架啊 除了帶出去外 你平常放在桌上 你可以當手機架使用 那我現在組裝的方式是 手持直立式裝環形燈 然後這個五腳架是裝手機 兩個形式可以拆開來 就是交換使用 那就依大家方便 還有高度的部分去做 安排跟選擇 這是這三種腳架 四種腳架的使用方式 之後回到我們平常拍影片的這個畫面 現在是沒有打光的 我直接就是 測試那個打光以後的狀態 讓大家看它整個的感覺 真的就是落差很大 現在是沒有打光的狀態 所以背景其實是蠻暗的 那我先開個燈 好 這是白光 有沒有看到整體的感覺 那個皮膚的光澤度啊 都不一樣 非常漂亮 那燈光都可以調強弱 那現在在背景的部分 也會覺得那個整體的色澤感 非常的讓人舒服 然後 這一個是暖白光 就很適合拍一些 喝酒啊 品酒的小影片 然後白光 然後這是黃光 黃光的部分 它的 蘋果光的狀態沒有像白光這麼重 可是拍起來 它有另外一種不同的氛圍 我覺得這個也很適合拿來做飲食的景色 調回這個白光的部分 我個人最喜歡在直播的時候 開的就是這個白光 因為這個白光 會讓皮膚感覺 那個蘋果光的光澤感非常好 膚質狀態也非常好 我覺得女生都會很喜歡 用了這個之後 我就徹底的了解 為什麼抖音 拍抖音影片的這些創作者 這麼喜歡用 環形燈啊 這類的打光產品 你看 有用環形燈的 你注意看它的眼球裡面 都會有一圈閃閃亮亮的東西 好像你的眼神會發光一樣 好啦 再次題外話 那這是我使用了一個禮拜 超級喜歡的環形燈好滑組 那現在在Bangogo的官網都有賣 目前啊 這個環形燈好滑組啊 在官網的價格是整組是1980 那有給粉絲優惠的價格是有82折 那你們只要用我內文裡面的優惠碼 你們就可以在官網裡面有82折的優惠 那當然如果你可能會覺得說 我沒有需求到要那麼多隻腳架 沒關係 官網也有其他的套餐選擇 讓你們去挑選 看你試試 需要什麼樣的腳架 好 那Bangogo都有幫大家做一個配套的方式 那一樣都會有82折的優惠 可以去使用 非常推薦你們 如果你們還在拍影片 如果你們想要像我一樣 擁有蘋果光拍出來的影片 非常的漂亮 一定要使用環形燈 讓你的眼神都會發光 OK 那今天Bangogo的環形燈好滑組 就幫大家推薦到這裡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這個推薦 請幫我按讚、分享或者是訂閱我 那未來我在使用到好玩好用的產品的時候 再推薦給大家囉 謝謝你們 掰掰